今天是我们Buff之旅的第四天 我们计划先开车到高尔夫球场转一转 当然并不是去打球 而是去看一看周围的风景 然后沿着Spray River 走一走河两边的步道 这条河南北走向 在城堡大酒店和宫河瀑布附近 汇入宫河 河东边是Montorando 西边是硫黄沙 也就是有空中缆车的那座山 这两座山也都是南北走向 和Spray River平行 Spray River实际上是这两座山形成的峡谷 我们准备从城堡大酒店出发 沿着河西边的步道一直走到一座桥 过桥以后沿着河东面的步道 走回到城堡大酒店 这段路的总长差不多12公里 对很多hiker来说不算什么 但对我们是小小的挑战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计划 出发以后 看到周围云雾缭绕 非常漂亮 我们这个是在高尔夫球场 附近还是有不少人在练习 远处是Cascade Cascade Mountain 正对着这个半幅走接的一个很漂亮的场景 今天云雾缭绕 特别漂亮 这是高尔夫球场的大楼大厅 这是高尔夫球场的大楼大厅 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了高尔夫球场 开始走trail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Mont Randall 我们先走的是Spray River西侧的步道 所以我们看到的大部分都是Mont Randall Mont Randall 绵延很长的距离 虽然现在已经是6月份 但山顶上还是有很多积雪 这个Spray River Peel West Mont Randall Mont Randall 我们来到一座桥的旁边 我们将从这里折回 走Spray River东面的步道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硫磺山了 这是从Spray River东面的步道上 所看到的Upper Hot Spring 上温泉酒店 旁边就是硫磺山空中缆车 我们第一天游半户的时候趁着 三个多小时后 我们又回到了城堡大酒店 结束了今天的行程 这旁边就是高尔佛球场 今天确实有点累 我们找了一个中餐馆吃饱了 然后又去美美的泡了一下温泉 这下是今天沿途所拍的照片 给大家欣赏 我们下期再见 104辈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我们泡完温泉回来,快到营地的时候 正好碰上麋鹿一大家子,在这里吃晚饭 这次我们来班府见到最多的就是麋鹿 也见到大脚绵羊 熊鹿和熊没有见到 森林警察要我们离母路远一点 以防母路攻击 看来母路的厚度之心还是挺强的 所以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电视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픽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由于周庭 directed在囡刊企业放大选拥 把 装滅 黑鸭鸭 黑鸭鸭 白尾 黑鸭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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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